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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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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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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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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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要量血壓 感情溫度計的作用 就只是溫度計 血壓計一樣 只不過它扭的是政黨 還是政治冷修的人氣 這樣要差別而已 台灣政黨政治的進行是如何 台灣學宿界登記以來 也有對政黨 人黨的相關問題 有累積一些研究 那麼我參務的已經在台台 台灣台學 做研究的時候 那時候是一救北鳳林 所以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 但是你運用感情溫度計 這個概念來競爭台灣人 台灣社會對主要政黨的感情 這是由台灣民意基金會開始 台灣民意基金會過去兩年 對台灣政黨的人動 政黨的支持 或是政黨的偏好 也進行研究 累積相當大量的經驗的資料 不過 離空一半年三個 今年三個 我們第一次是說 來用這個方法來策略 台灣人對台灣主要政黨的感情 是如何 希望可以由另外一個方便設立 來瞭解民進黨跟國民黨的社會心理的基礎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要在這裡 先進對台灣人對主要政黨的感情 這個主題來討論 有很多重要的發言 要來提供給大家 年來我要討論 目前台灣三個最受到環境的政治人物 人氣相關的三個政治人物 當局 劃青鐵 瓜文鐵 柯文哲的人氣熱度 以及相關的重要 政敵善凶 那麼首先 我們來看這個 台灣社會跟人民對民進黨的這個感情的運動 還有一次要跟大家報告 我們是這樣問 就是說如果用0到100 來標示對國內政黨的好感和好感 0標示最冷 最強烈的好感 100標示最熱 最強烈的好感 50標示沒有什麼感感 沒有好感也沒有好感 請你用0到100中間的所持 來表達你對民進黨的感感 大家看得到這種的文化差不多 堵塞的意義 差不多到華式 美國人 西方都用華式 我們用色式 不過現在你說華式的溫度 差不多真接近 不完全一樣 我們來看結果是怎樣 結果 台灣社會跟人民對民進黨的這個 這個經濟的感感 我們取平均值47.11度 各位 47.11度的意思是說 經濟社會對民進黨這個政黨的感感 47.11度是低於50度 所以基本上就是 台灣社會跟人民這個時候 對民進黨基本上是一個比較冷淡的一個態度 這是一個很清楚的一個警訊 委員會在這個民進黨完全執政之後 台灣經濟社會 並沒有存出很溫暖的相手 來把它堅定 再不要說是熱情的擁抱 到底是怎樣 委員會是這樣 民進黨應該好法去研究 好法翻證 好法檢討 另外當然 平均值是一個重要的參考 措置 另外就是說 你看說 在台灣社會裡面有多少人 會說這個對民進黨的感覺是50度以上的 我們的通緝措理說 百分之31 沒有感覺的百分之31.1 五十度以下 反感的百分之33.2 所以反感的還有比有好感的 比較少看 比較少看 我們來看國民黨方面 國民黨方面我們也是問一樣的問題 結果是怎樣 這是我們二空一半二三個 我剛才跟大家報告 臺灣社會跟人民對國民黨的感覺平均是四十四點五七度 這個溫度也是低於五十度 比五十度比較多 這個標示說臺灣社會跟人民對國民黨的感覺 還有比對民進黨更更冷 更更冷 這也是一個非常清晰的謹慎提供給國民黨 如果你們看百分比來看的時候 說五十度以上的這裡百分之二十點一 就是說有好感的百分之二十點一 不感覺的百分之四十點八 有好感的三十三點二 這是現主持臺灣人跟臺灣社會對國民黨的感覺 因為這個感情溫度計的測量是相當穩定的一個東西 他比較不會變來變去 所以這點是很大的注意 所以我想說要來跟大家做一個比較 如果把民進黨跟國民黨來做一個感情溫度的比較 很清楚看出來臺灣人對國民黨的感情溫度 比民進黨多二點五一度 所以當然是民進黨稍微比較熱一點 但是基本上兩個政黨在臺灣人的整體感覺來說 都低於五十度 所以基本上都是不好的 基本上都是比較冷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另外台灣人對主要政黨的好感 這個部分來看 有三三億的人覺得對民進黨有好感 但是對國民黨有好感的只有兩聲 所以兩黨相差有十一零百分點 這算是一個相當明顯的差別 不過不論是民進黨的三三億 或是國民黨的兩聲的這種好感的比例 都不是在輕盛的所需 這跟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這個 我們剛才說的這個例來比較起來 就可以很清楚 比較起來 台灣人對現主席 對民進黨和國民黨這兩個主要政黨的感情的 我們都在五十度以下 五十度以下 五十度以下 表示台灣政黨政敵的根基不深 基礎不清 政黨體系的穩定性由我們民進到相當大的條件 這是一個很大家關心的部分 事實上經過台灣民意基金會 差不多每個月都做的政黨人黨的研究 台灣政黨政敵的這個基礎 這幾年確實有這個鬆動的跡象 一個很清楚的一個指標就是 獨立選民急速擴增 自認為到其實沒有統派欣賞的選民越來越多 很多時候都超過四星以上 這跟過去比較起來 這就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 過去至少都有這個人黨 民進黨國民黨 或其他政黨加起來 都有超過六星以上 甚至七星 現在都在六星以下 所以這顯示說 民進黨國民黨 包括時代力量 親民黨在來的這些 修動的社會人黨 都同步下滑 這種現象會維持多久 大家進一步觀察 去確認 如果這是一時的第一期的現象 那麼民進黨和國民黨 還可以安居其位 這個主要政黨的地位 如果這是一個 政行中的 長期的現象 那麼 那麼 那就是 這個概念 和做政黨 結阻的現象 partisan 地位alignment的現象 出現 那麼台灣的政治過程 就有可能變做政治素人 和政治冒險家的樂園 對台灣人對主要政黨的感情做一些分析 那些所需其實都是非常重要 那麼歡迎現主持臺灣社會和人民對主要政黨的感覺 那麼剛才我講到一個結論 就是看起來 台灣的政黨在目前看起來 就是有出現一種正黨結阻的現象 結束的現象意思就是說 人動和支持主要政黨的人越來越少 現在可能是最壞的時期 如果他過去十年來看 甚至國法國來看 現在可以說是政黨政治鬆動的時刻 那麼所以政治素人會崛起 政治冒險家會出現 這是開玩笑這樣說 不過這是一個很有可能的事情 你看看目前我們台灣 現在離空一半年要選舉 有政治素人 新的政治素人又出現了一個叫侯友宜 當然另外一個就是柯文哲 年代這項的選舉 這兩個準素人 他們參與政治的時間不久 是不是贏得這兩次的市長呢 這是我們去密切觀察的地方 這段我要來給大家提供非常頂級的素人 就是三個現主席台灣人氣最好的政治人物 他們都超過蔡英文總統和其他人 一個就是柯文哲 一個賴清德 還有一個是陳菊 當局 那麼我們一個分析 回過頭來整體來看 台灣人對台北市長柯文哲的感覺是怎樣 我們一樣是用感情溫度計 我就不重複了 那麼我們來看這個結構 離空一百年五月 剛才上個月做的而已 所以是最新的 那麼台灣社會和人民對柯文哲的這個感情的溫度是幾度 平均五十八點九二度 五十八點九二度 這個溫度 如果比到剛才我們所說的民進黨和國民黨的這個溫度 那差別非常明顯差很多 差十幾度就對了 所以這是一個相當自首可熱的溫度 我們另外來看一個更幼滑的度 這當然提供不同的意義的統計數字 現在這個分組三種 就是說在台灣經國的社會裡面 有多少人對柯文哲這個人 有表達說對它有五十度以上的這個感覺 我們的統計數理現實有百分之五十二點四的人 超過半數的人對它是有好感的 無感覚的五十度的是百分之二八點一 方感的四十九度以下五十度以下的是十四點四 所以我們可以用整體來看這個人 在台灣社會跟人民的欄中看起來 又是一個相當受反應的政治人物 那麼我們進一步來看一個趨勢圖 可以提供給我們更不一樣的一個更深刻的感受 因為我們曾經已經做四百了 包括二零一八年五月 所以這也可以做一個比稿 這是由古年九月一直到今年的五月 所以差不多九九月當中柯文哲這個人 他的全國人氣的變化 這當然是一個非常上級的一個調查研究 你要看這是百分比 二零一千年九月 他有伊朗主持六十八點三 一個月之後 這個伊春六十一堆百分點 然後接著十二個算五十四點四 運動越來越一樣 其實一樣也比較明顯 伊朗一半年五月的時候已經到五十二點四 所以這個整個趨勢是一直下去 那麼另外就是說武感的人 就是慢慢一直一直上升 但是要注意一點就是說 對於反感的人 曲時並沒有很大幅度的政家 這是要注意 柯文哲現在也可以說是全國 好像有新聞借台 但大家也相當正義的一個政治任務 主要是跟民進黨中間的這個互動 相當的緊張 如果在民進黨要提名自己的候選人出來參選 我們這個過程裡面也有很多收到配平 但是 我們這個調查是在民進黨提名 如果說進政5月14至15日做的 所以他還要維持全國成一個相當不錯的運動 很特別注意 所以 好 目前當然柯文哲是相當的一個 但是 看起來民進黨裡面有兩個人 跟他可以說 一樣聽到的受到人民的這個反應 這個就是賴清德 我們來看看 賴清德 一樣我們2018年5月所做的調查 發言他的度數是五十九點二度 五十九點二度 比這個 柯文哲剛才說的五十八點 幾個 看起來是差不多 好 通計上我是解讀成同一個等級 都五十九度 五十九度 所以這兩個是八熱就對了 進一步你看 好感百分之五十四 不感百分之二三點五 荒感十八點二 這都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通計數字 尤其是我特別要說的 賴清德行政議長 現在還有五十九點二的這個運動 是一個不簡單 因為尤其是他 和主稱自己是 務實的台獨政治工作者 他跟政為止 他人民對他的運動並不相關 連到他又會回身 我們要加一個七式圖 就很清楚可以顯示出來 這是一個七式圖 跟柯文哲剛剛那個七式圖一樣 二零一七九月我們所做的 我們看得出來賴清德的感情溫度 離空一七年九月的時候 他那時候最好的時候五十五點四 那麼一個月之後為期五十六 但是十二零一七月的時候 有一個很明顯的下滑 那時候我記得主要是一粒一修的修法 輸得很多人配平 不過他當然也會得到很多人支持 因為一粒一修正反兩面 對立很嚴重 二零一七十二月四十三點六 但是二零一八的五月 他又回到五十四 這個百分之五十四就對了 那麼這是一個很難得的一個回升 一個復甦 那麼正體來說 這是賴清德的現象 那麼所以民進黨的熱情點 跟普通一位賴清德是 普通一位柯文哲是並駕齊取 現在差不多同級 另外一個給大家 提供給大家參考了解 就是前行高雄市長當局 今年四月 因為這個蔡英文總統的搖簽 入府做秘書長 他是美麗都世代 臺民上目前還有共大政治影響力的人物 那麼我們覺得說 台湾人到底對這位民進黨 天皇級的政治影響力的感覺如何 我覺得是很特別的東西 我們其實在今年四月 做過的調查 結果很快讓大家 覆習一下 陳局五十九點五四 同樣五十九度左右 那麼其他的這個 所需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我現在進一步 要來給大家比較的就是說 我要說的就是說 他目前臺灣三個 人區相關的 政治人物 這個我們的政治庫派的調查 憲使這三個是 併價齊取 這個都五十九左右 所以 以前民進黨來還有這兩個 一個太清德的城局 當然後面還有後備部隊 林佳龍 還是鄭文燦 國民黨看起來 目前沒有這種的 五十九度的這種的政治人物 這是副台 跟大家報告 我最後說一個結論 這個 研究政黨非常出名的兩個 西方的政治學者 有一個 Joseph 拉帕龍巴 另外這個 Million winner 說過一個名言 他說 政黨的創立 是一個 修練山不斷的過程 歷史的夢想補充民 也對萬了那些刺詐風雲 不可一世的這些政黨 但最好 因為不能適應新環境 別忘 或是讓新的 政治運動所吸收 變作微不足道的小黨 民進黨 國民黨和其他的手動 我覺得都應該引以為戒 第二 要說的是 政治人物的人氣 好像流水一樣 有蓋有樓 但起樓背後 都有它特定的原因 有它客觀的精神 跟物質的基礎 不是隨機 或是偶然造成的 今天說到這裡 後禮拜同一個時間 再會 與你無論如何 一位 選擇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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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